9月4日,刚刚发行新专辑的《黑狗》中的团圆中,瑶瑶及勇吐两人特别来到武道馆,向泰国功夫天后,请家讨教讨教,不过不知道两人今天是来向请家讨教武术还是来讨打的。 或者偷踢一踢到肩膀,就她的手套会靠近一点。 对,对,对。 好,来,1,2,3,来。 两个妹妹初见面就被秦家吓到,没想到外形如此甜美的秦家原来功夫实力超强,完全出乎妹妹的意料之外,原本两人想说瘦弱的秦家应该没有什么杀伤力,结果却被秦家惨电。 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重置置络。 在一起。 付付付付付付。 啊哈哈。 你要先坐先,先,先坐再来。 鸭眼中。 啊哈哈。 啊 可以面對 另外一個在前面 喔 可是抓球 這個對腿有點粗的人來說 怎樣 有點不太好 拉 嗯 嗯 他會打 我會打 喔 我會打 把他撐開去 把他輕撐開 喔 他還會動 我會動 平常他對你 趕快 他可以打 他可以打 不是啊 拉他 拉他 快點自己一下 幹 你在哪幹 他會混掉 他哪幹 幹我 永不來好 來 1 啊 超軟的 你看 等一下 包包包包包 包包包包 還有還有 開玩笑 我不可能撐得起啊 我可以 我可以 皮腿 你的腳對 不要壓下去 其實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因為他實在是太瘦弱 一點都具有殺傷力 可是沒想到他就是 你知道 功夫很厲害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 請你要走下多留情這樣 此次來台灣為電影《致命巧克力》 進行宣傳的秦家表示 自己從小洗舞已經學了十幾年了 第一次來到台灣 秦家對於台灣的印象好極了 感受到台灣濃濃的人情味 與出名的小吃 今天又看到兩個妹妹熱情如火 秦家表示有機會一定要再來台灣玩 出名了 就很好很興奮 他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每個人都很熱情 然後他吃的也OK 沒有問題 結果他還蠻愛吃這裡的食物 大家覺得兩位妹妹可愛嗎 他很可愛 謝謝 謝謝 謝謝